和茫茫的茫茫一起走出一段后,古飞发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。 他误以为茫茫的茫茫是清醒的,但事实上他错了,茫茫的茫茫一样也醉了,会产生这种误解完全是因为相对论。 和茫茫那帮子一塌糊涂的家伙相比,茫茫的茫茫身为女人所特有的矜持,把古飞给蒙骗了。 此时失去了对比的对象,他也是原形毕露。 走路一摇三晃,张口吹散在空中的全是旧气,古飞回头想找兰衣那帮人,结果这群醉汉早已经不知消失在了何方。 喂! 古飞唤了他一声。 干嘛? 茫茫的茫茫半转身,斜眼望着古飞。 你前面有棵树,顾飞说。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? 茫茫的茫茫一台胳膊推了身前那棵他险些撞到的树一把,结果身子朝旁边一甩,一脑袋又撞到了另外一棵树上。 没等顾飞说话,茫茫的茫茫已经飞快地甩直了脑袋,又拍了拍这棵树说。 呃,对不起啊。 顾飞除了伏鹅还能说些什么呢? 我说,要不先回林荫城再休息一下吧。 顾飞望着继续朝前走的茫茫的茫茫,叹息。 啊?你以为我醉了? 茫茫的茫茫歇逝他。 难道你没醉? 顾飞反问,实在是太诚实。 我当然没醉。 茫茫的茫茫继续前进。 顾飞无语。 要知道茫茫的茫茫本来就是个打死,也要最硬的狠骨头。 此时在添加些酒醉后都会拥有的逞强属性。 想劝服他,难度实在是太大了。 无奈的顾飞,只能跟在他的身后,时不时地揪他一把,伴随着,干什么,我能走的,呼喊,无数次地把他从壮树的危机关头解救出来。 喝多了的人,除了逞强,还有一大属性,就是话多。 原本不怎么多嘴的茫茫的茫茫,此时也变得伶牙俐齿起来。 话题也是就近取材,说的是跟在他后面的顾飞。 有关顾飞,最大的课题当然就是, 你为什么这么厉害? 没什么,主要是因为握回一些功夫。 顾飞如实相告。 功夫? 哼,茫茫的茫茫,用那种别以为我醉了就可以骗得了我的眼神望着顾飞。 顾飞再度服额,和一个醉妞而已,自己何必这么认真呢? 说,顾飞已经不记得自己是多少次喊了。 茫茫的茫茫,也已经条件反射似的,立刻扭了扭身。 很艰难地闪过拦在他身前的一棵大树。 这速度,我们能在十二点前赶到吗? 顾飞悲哀地想着。 不过,祸与福终归是相伴的。 对于此时的顾飞来说,唯一的喜讯就是,游戏中的酒精上头并没有现实那么夸张。 这也是像痛楚一样,又大幅削弱的。 所以,当停止下来喝酒后,酒醒的还是相当的快的。 这也是兰逸这帮人能连续喝了近二十个小时的原因。 不要以为这是一帮酒神,这是他们在特殊的条件设定下完成的。 当艰难地走出了森林时,茫茫的茫茫的酒啊,也醒得差不多了。 这从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话,到渐渐开始沉默,再到此时目光已经开始清澈,顾飞很有直观的感觉。 你醒了? 在说过功夫后,除了喊树,再没说过其他任何内容的顾飞,终于说了点新鲜的内容。 茫茫的茫茫居然面露惭愧的神色,他无疑算是个聪明人。 聪明人即使难免也会喝醉,但起码知道喝醉的人一般不会给别人留下什么有趣的印象。 我都说了什么? 看起来茫茫的茫茫,比一般人还要聪明些,他甚至比较清楚自己酒醉后会犯的毛病。 这是许多纵横酒厂许多年的老酒鬼都经常忽略了的问题。 哦,没什么,你乱说一对,我也没太听清。 顾飞显得也是聪明人,知道酒醉了的人的话用不着太认真去听。 事实上,酒后失言倒是经常,酒后吐真言那倒是未必,酒后吹个天大的牛倒是长声。 原本就不多话的茫茫的茫茫,此时就更沉默了,两人这才开始了,本该就是漠然的一路同行。 那什么,顾飞忽然说话了,茫茫的茫茫连忙回头,却看到顾飞手里拎着双鞋。 咱们走得有点慢,你先穿我这鞋吧。 顾飞把手里的鞋伸到他面前。 你的鞋很牛吗?茫茫的茫茫,也没迟疑痛快地接过。 似乎比你的好鞋。 顾飞的话当然不是乱说的,一路上无聊甩着鉴钉术,用了不知多少次, 用他那浅薄的两下子终于是把茫茫的茫茫的布靴给鉴定出来了。 果然厉害,茫茫的茫茫拿过追风之靴后,也很是震惊了一下,顺口就问, 这鞋哪里报到的? 连续成功完成通缉任务一百次,顾飞知无不言。 哦?茫茫的茫茫一争。 随即反应过来,难怪你常刷那任务,原来会有这种奖励。 顾飞也没解释自己刷那任务的真正意义,只是把自己得过的几种奖励及其条件简单介绍了一下。 哦,原来如此,茫茫的茫茫点着头,需要我帮你保密吗? 他笑着问,有太多的玩家当挖掘到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时,会为求不为他人所知。 保密,无所谓,顾飞怂怂肩。 茫茫的茫茫显然早知这答案,否则的话,顾飞也没必要对他全盘拖出。 茫茫的茫茫换上顾飞的鞋后,跑了两步,速度果然大有长进。 喂,忽然他又听到顾飞在他身后叫他,茫茫的茫茫回头。 拜托,把你的鞋先借我。 顾飞苦笑,此时的他光着两脚站在地上。 哦,抱歉。 茫茫的茫茫连茫把他的鞋扔给了顾飞。 茫茫的茫茫的鞋子是指甲移动速度的单属性。 对于全敏捷加点的顾飞来说,这种靴子价值不如百分比。 可以说他的速度被削弱得相当严重。 不过,显然比起茫茫的茫茫还是够快。 两人再次重新上路。 速度全开,茫茫的茫茫也不会走曲线了。 顾飞对赶上十一点的那班船重新燃起了希望。 然而,事实是残酷的。 两人赶到乘船的码头时,正好眼睁睁地看到一艘巨船缓缓离岸市去。 没给二人留下一丝机会。 靠! 茫茫的茫茫朝那巨船狠狠地比了一个钟指, 终于是展示了一下他当年越野城女魔头的风范。 我没赶上船。 顾飞遗憾地在拥兵频道里说。 是啊,我们看到你了。 含着公子回答。 啊,在哪儿? 顾飞自下打量。 在船上。 含着公子说。 顾飞只注意了船开走,以及茫茫的茫茫的钟指,真没注意船上动静。 此时,仔细一看,果然,看到船的尾梢上,御天神明张开双臂,摆了个经典的铁达尼号造型。 但很快,就被战乌商一把撕住,扔到了边儿,然后塌上去,张开了双臂。 顾飞收回了目光,望向了茫茫的茫茫。 好吧,告诉我下下区在哪儿。 这个,茫茫的茫茫,只知此处有个下下区,但真不知具体位置。 退下甲板,向西走,没多远就是了。 一个很近的声音飘来。 谢了。 顾飞一边应声,一边诧异。 有人就在身边,他竟然没有察觉,这太不可思议了。 目光顺声转过时,他已经看到,码头甲板旁的一个只剩半个的破草棚里,一人懒洋洋地躺在草堆上。 双手枕在脑后,嘴里叼弄着一根草,脸也被个破草帽给扣住。 一看这破草帽遮住的脸,再回味刚才的声音,顾飞已经猜到这是谁。 上前两步,把剑伸出,搜一下,以将那草帽挑飞。 喂,太没礼貌了吧? 西小天伸手去抓自己的草帽,但顾飞的剑更快,翻手又一敲,草帽弹向他。 左手,伸指接住,顺势嗖嗖,就转着玩了起来。 你在这儿干嘛? 顾飞一边问,一边握紧箭,打量了四周。 有西小天在的地方,方圆树米内,必有危机,这是顾飞所知的常识之一。 别紧张,我只是个普通的路人而已。 西小天没好气,草帽还给我。 没有其他人找你,你挡着脸干什么?顾飞问,习惯不行吗? 西小天说,是吗? 顾飞伸指一谈,草帽已经飞起,西小天想要去接,结果顾飞另一手的剑也扬起,刷刷刷刷树下。 草帽已经被卷成一堆稻草,散了西小天一身。 西小天这草帽就是个手工一品,不是什么装备,毁坏起来容易至极。 嗯? 西小天气得说不出话来。 顾飞满不在乎,镇定地打量四周,他觉得,肯定会有人出现, 西小天怎么会平白无故地跑到这种鬼地方来? 顾飞正想着,果然就见一名玩家,已经从一方快步转出,登登登,就上了这边甲板。 顾飞正为自己的判断较好,那人已经到了跟前,眉开眼笑得道, 三位是不是误了船呢?怎么样,要不要试一下我的船呢?